好 我们刚刚提到说50年代的科学家 还是普遍认为DNA不是瑜传物质 应该是蛋白质 因为复杂度或者含量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正式科学界开始转向 DNA真的是瑜传物质呢 这个实验鞠躬绝尾 就是1952年 美国科学家贺雪跟蔡司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怕各位误会 贺雪是谁 这个男生才是贺雪 蔡司是女生 其实贺雪是性 性有男女之分嘛 你应该看来是他的名吧 像这个蔡司叫MASA 是不是这样翻 MASA MASA是女生吧 那你们看他们的年龄 看他们的照片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男生比女生老一点 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师生关系 女生很年轻 是老师 这等一下再提 有败乖也只在描述这一段 不过我们先进入科学的描述 这个是贺雪蔡司 那这两个科学家 他们的概念出发点很简单 当时科学家已经知道有一种病毒 叫做四菌体 那他们找一种四菌体叫T2 但他对于四菌体还熟不熟悉 四菌体是一群DNA病毒 这种病毒 它的遗传物质是DNA 它的核心有DNA 当时还不知道遗传物质就是DNA 它是一群DNA病毒 那当时他们科学界已经知道 病毒要传染 要感染要繁衍 病毒必须把自己的遗传物质 注射到细菌体内 对我们以前是这样描述的 这是细菌 然后我们的四菌体会降落在细菌的表面 然后把它的遗传物质打到细菌里面 而这个遗传物质到细菌体内就开始繁衍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 各位有没有发现什么意思 四菌体会把遗传物质打到细菌体内 你只要证明 四菌体把什么打进去 它如果打进去的是蛋白质 那蛋白质就是遗传物质 如果它注射进去的是DNA 那DNA就是遗传物质 一个这么简单的概念 你只要证明 当时病毒感染细菌的时候 它到底把什么打进去 他们就证明这个就好了 好 那怎么证明呢 他们用的是同位素 那讲到同位素也顺便补充一下 蛋白质有硫这个物质 硫这个元素 硫 它是用硫35这个同位素 你们知道硫一开始的原子量是多少吗 哎呦 不错嘛 硫32是正常 硫35就是同位素 而且硫35是有放射性的 同样的DNA还有零 零它用的是零32这个同位素 它有放射性 那你们知道正常的零是多少 31 看一下那个周期表 好 这是背景知识 一个正常的时候 你身上的硫是32 你的零是31 他们找到零35跟零32 同位素聚放射性 来当作标记 当作记号 好 我们来说明一下 它的实验是怎么做的 先讲这个图 这个图比较概念性 它分为两组实验 A组跟B组 A组呢 他们先养病毒 养病毒的培养基当中 全部都含了零32 而其他的物质全部正常 好 这种养9之后 这些病毒身上只要有零的东西 都带着零32 那硫呢 硫就是正常的32 所以这一组病毒 零被标定成放射性的零 而硫是正常硫 这叫做零这一组的病毒 另外一组B组呢 在养病毒的培养基 全部放的是零35 所以它所长出来的物质 它身上的所有含零的物质的零 都是零35 好 各位 为什么要用零跟零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记不记得 我们介绍七大阴阳素的时候 曾经提过 蛋白质的元素组成是 碳氢氧氮氮硫 DNA的元素组成是 碳氢氧氮氮 我当时讲了一句话 那句话 当时我还提到 是以后高三课程的伏笔 现在就用到了 蛋白质含硫 不含零 DNA含零 可是不含硫 他们就非常聪明的 利用硫跟零 这两个物质的差异 有零的一定是DNA 不会是蛋白质 有硫的一定是蛋白质 而不是DNA 所以当你发现 这有硫 它就不会是DNA 这有零 它就一定不是蛋白质 这就是科学上 你对这个物质的熟悉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差异 来做科学研究 现在这两组病毒 一个是带了瘤35 一个带了032的病毒 分别去感染细菌 那感染细菌的同时 不是应该遗传物质 被注入到细菌体内吗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已知 DNA是它的遗传物质 所以DNA跑进来 对不对 是不是代表032 跑到了细菌体内 而瘤35 不会进去 然后它把这些病毒 拿来搅拌 什么搅拌 果汁机 各位知道果汁机的英文 Blender Blender就是搅拌的意思 所以这个实验 在科学界上有名的一点是 这又称为搅拌的实验 果汁机的实验 因为这个搅拌过程当中 可以让 连在细菌表面的这些细菌体 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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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图先放到这里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呢 一样我分为两组 一组是0的32这一组 一组是瘤35这一组 在分别感染细菌之后呢 我把这些病毒 这些培养液 放到果汁机去搅拌 搅拌之后呢 上面的实验体 就会掉下来 掉下来 好 接下来问题在这里 掉下来之后 我拿去离心 离心机离心 病毒比细菌小很多 所以细菌是不是比较重 离心之后呢 这个沉淀物 就是细菌 而病毒很小 所以病毒会在哪里 病毒会在上清液 里面 好 请问到这边有什么问题 病毒在上清液里面 你说 因为离心 如果你没有搅拌后 直接离心 有可能是细菌连了病毒 一起被离心 这样我分不出来 我要让细菌跟病毒分加 也就是这个图啦 我要让细菌掉下 我要让病毒掉下来 我要让病毒掉下来 我要只看到细菌 不要看到病毒的壳 所以你看这个图 这个镜头下来之后 为什么它掉下来了 搅拌过 我经由搅拌 搅拌之后呢 再拿来离心 像这一组来讲 离心 沉淀物 写在这里 就是细菌 上清液 就是病毒的外壳 这一组离心之后 沉淀物 就是细菌 上清液 就是病毒外壳 好 现在问题来了 离心之后 科学赛斯 只要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操作步骤 就可以证明了 这两个管子的沉淀物 谁具有放射性 我现在换个鼻鼻的颜色 它发现 这一组的沉淀物 有放射性 这一组呢 没有 为什么 因为 这一组是 032桌表记的 032 进入了细菌体内 所以当细菌沉淀的时候 沉淀物具有放射性 这个放射性来自于 032 但是 瘤35呢 PiCeo 它没有进入到细菌体内 所以沉淀物当中 都没有含瘤35 所以没有放射性 放射性只在上清液 对 当时最重要的一个 理论背景就是 细菌体 干液细菌的时候 只有遗传物质进入细菌 而它利用放射性的侦测发现 只有032 进入细菌体内 而沉淀 所以沉淀物来看只有032 这一组的沉淀物有放射性 硫35这一组是没有的 因为蛋白质硫 根本不会进入细菌体内 所以这个实验室设计 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实验设计 它用同位数据标定 跟放射性 证明了硫35是不会进细菌体内的 但032会 因为进入细菌体内 而细菌沉淀 沉淀物是否有放射性 就知道谁进去的细菌体内了 好了到这边贺雪塞斯 195几年证明了 遗传物质 以病毒而言 遗传物质是DNA 不是蛋白质 请说 好 我找个图 用这个图讲好了 这个图呢 我把它的标的先写出来 这一组的蛋白 这一组的病毒是硫35 这一组病毒是含032 它的实验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病毒感染之后 硫35会不会进入细菌体内 032会不会进入细菌体内 最后分两组 好 那我现在把两组感染之后 像这组感染了 按照我们现在的了解 硫35是不会进入细菌体内 所以细菌里面是没有放射性的 而这一组的这个DNA有032 所以032是不是进入细菌体内了 好 接下来的动作是 它经由搅拌 搅拌让 让我画一下简单的图 它搅拌过后 可以让细菌跟病毒分开来 让细菌跟病毒分开来 病毒 病毒的蛋白质 因为DNA本来就没有流 好 为什么当时还用硫35做标记呢 因为硫只会出现在蛋白质 而细菌只有蛋白质外壳 含有蛋白质 蛋白质外壳还有蛋白质 还有硫 中间的DNA是没有硫的 所以按照这样的说法 如果你的 你这次病毒身上所有的硫35 所有的硫都变成硫35 它的DNA是不会有硫的 也就不会有硫35 所以这一支病毒 只有蛋白质具有放射性 DNA是没有放射性的 因为DNA根本没有硫 就不可能有硫35 但是这一支病毒呢 我是用032做标记 它的DNA就还有032 所以它的DNA具有放射性 最简单的说 这一组就是蛋白质 这个蛋白有放射性 这一组呢 是DNA具有放射性 然后分别去改染细菌之后 我想看看这个放射性物质 是还有放射性的蛋白质 进入细菌体内 还是还有放射性的DNA 进入细菌体内 按照这个道理 如果这个蛋白质是有放射性的 它是不会出现在细菌里面的 因为蛋白质不会进入细菌体内 但是这个DNA呢 就会进入到细菌体内 所以这时候这个放射性 就会在细菌里面被侦测到 所以它们就只要透过比较 这两组实验的细菌 这个没有放射性 这个有 往上追 这是0的这一组 0可以进入细菌 代表是DNA进入了 因为只有DNA含有0 这一组的瘤为什么进不来 因为蛋白质不会进入细菌体内 所以细菌里面 不会出现瘤的放射性 所以它透过瘤跟0 两组不同的放射性 研究哪一组的放射性 进入细菌体内 就知道是谁进去了 瘤这组的放射性 是不会进入细菌体内的 因为含瘤的物质 不会进细菌 谁含瘤 蛋白质 蛋白质不进去 它怎么标定呢 用养的 比如说我养病毒的时候 我培养机所有的瘤 都含硫酸素 新的病毒就会拿硫酸素 当作它的原料 注入它的蛋白质 另外一组是我养病毒的同时当中 同时我的培养机 全部的零都是零三色 新产生的病毒就会拿原料零三色 当作它的DNA的原料 所以它所新产生的DNA 全部都含零三色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用同位素 做生物体的标定 你在养这个生物的时候 培养机就要放 全部的硫都是硫酸素 它就拿硫酸素当原料 产生新的细胞 新的结构 所以它其实先养病毒 养一阵子 先建立一组病毒 所有的硫酸素 另外一组病毒 所有的零都是零三色 那我就称为 哇这组的蛋白 这组细菌的硫酸都被标定 这组的零酸 零都被标定 然后各自去感染细菌 然后透过搅拌 透过离心 就可以知道 哪一组的沉淀物 沉淀物就是细菌 哪一组的细菌 带着放射性 以这组来讲 以这个图来讲 这边是硫酸素 这边是零三十二组 只有零三十二组 这组 它的沉淀物有放射性 硫酸素这组是没有的 就是细菌 就是这个大细菌 因为细菌比病毒大 离心之后 细菌会沉淀 病毒不会 病毒很小 病毒会悬浮在上氢液 所以这个图来讲 上氢液是病毒 写下病毒 对 只看沉淀物 因为我们重点是看 谁进去细菌了 所以当时他们的实验 各位请注意 这两组的上氢液 都有放射性 为什么 有一些病毒没有感染成功 它也跑到上面去 所以上氢液 一定都有放射性 所以比的是沉淀物 比的是细菌而已 上氢液都有放射性的 细菌体内 里面或是表面吗 不会因为DNA没有瘤 DNA含瘤 含瘤不含瘤 对 所以你用瘤35做标定 DNA上完全不会有瘤 所以不会有瘤35 所以这个实验 很重要的前提 他们知道DNA有瘤 可是没有瘤 蛋白质有瘤 但是没有瘤 所以这个实验 就证明了 遗传物质是DNA